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梁亚倩 一起来关心今天7月26号 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首先带您关心经贸新闻 财政部长米努钦今天表示 美国将不会从欧盟国家进口的欧洲车 加征关税 而美国与欧盟彼此之间 也不会对钢材与铝材新增关税 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闭门会谈两小时 会后宣布美国与欧盟已达成协议 欧盟同意从美国进口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等更多产品 双方将持续就其他关税谈判 谈判期间暂停加征关税及报复措施 对此财政部长米努钦今天早上 特别接受CNBC财经台访问 表示在美欧进行贸易谈判期间 会暂缓执行欧洲输美汽车的关税措施 而美国与欧盟之间也不会 再对先前美国贸易战的第一波 开征关税项目 也就是钢铁与铝材 向对方恪征关税 对此同样与美国处于经贸关系紧张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如果美欧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贸易分歧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这不仅符合美欧利益 对世界也是好事 美中经贸相关消息方面 总部位于南加州的晶片大厂高通 今天正式宣布 由于未能取得中国监管当局的批准 该公司将取消总值440亿美元的 收购合商恩质普半导体NXP公司的交易 高通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晶片制造商 这项并购恩质普的交易 原本将会是全球半导体业最大并购案 但双方于北京当地时间26号 分别发布声明宣布终止并购案 由于高通去年营收有将近三分之二来自中国 因此这起交易必须取得北京批准 但直到交易生效期限已过 负责审理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仍然没有发表任何说法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拒绝评论这起交易是否过关 只表示据他了解 本案属于反垄断议题和中美贸易摩擦无关 但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消息人士曾经表示 这笔交易破局很可能令 华府和北京间的紧张关系恶化 并损害中国的反托拉斯监管形象 同时影响后续其他可能出现的 需要中国核准才能完成的企业交易 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外 于当地时间26号下午发生疑似爆炸事件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起事件属于独立治安事件 警方已经妥善处理 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北部 附近还有其他多个国家大使馆 以及多座酒店 爆炸地点在使馆东南入口外 也就是人们排队进入使馆办理签证的地方附近 根据北京公安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发布的消息 7月26号下午一点多钟 一名男子在朝阳区天泽路和安家楼路十字路口 点燃一个疑似爆竹装置之后发生爆燃 导致男子手部受伤 附近巡逻民警迅速展开处置 将该男子控制并送医治疗 现场没有其他人受伤 警方表示该男子姓江 现年26岁来自内蒙古 目前仍在进一步侦讯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这是一起独立发生的治安事件 中国警方已经及时的妥善的进行了处理 不过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则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因贸易摩擦而紧张 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人以此表达对美国制裁措施的不满 把焦点转向南亚 巴基斯坦板球明星 在野党中间人士伊姆兰汉宣布自己领导的政党赢得了国会大选 并表示他就任总理之后要修复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 巴基斯坦国会大选目前只开出大约一半的选票比预期缓慢 但根据统计 伊姆兰汉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在巴基斯坦262个国家选区中的113个选区取得领先 且在实际开票结果中已在272个国会席次中取得76个席次 而前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领导的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夏利夫派 目前只赢得43个席次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 伊姆兰汉由于大幅领先对手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已经自行宣布胜选 并表示愿意领导巴基斯坦与印度修补关系 如果印度迈出和解的一步 巴基斯坦愿意迈出两步 不过伊姆兰汉如果想要完全阻隔 他的政党就必须要取得137个国会席次 否则就必须要与其他小党或独立派合作 以便取得多数从而组织政府 两岸关系相关消息方面 中国民航局稍早通知44家外籍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在7月25号之前 根据一个中国原则 将官网上标注台湾的部分 一律改为中国台湾 中国民航局今天公布 已经有40家外籍航空公司完成整改 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官网宣布 截至7月25号 涉事的44家外国航空公司 全部进行了整改 其中40家已完成 中国民用航空局 对相关外航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及时进行整改的举动表示肯定 中国民航局表示 其余包括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 达美航空Delta Airlines和夏威夷航空 等4家公司于25号提交整改报告 表示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 希望将审查期限延后两周 中国民航局表示 经核实 这4家美国业者官网的确已经开始整改 但内容还不完整 中国民航局将密切关注 并事情决定是否启动相应民航管理程序 中方这项要求 稍早除了引起台湾朝野反弹之外 美国国务院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 日前也表示 在美国的中国企业 都能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之下 自由经营网站 美国反对政府机构对民营企业标示 做出具有政治性质的特定要求 继续带您关心本地新闻 加州车辆管理局DMV正式否认了 最近网络盛传的自2019年1月起 加州驾照仅限于加州使用 若持有者开车跨州去拉斯维加斯 就算是无证驾驶等不实传闻 根据世界日报报道 加州DMV媒体公关人员表示 加州驾照持有者只有在驾照过期 被扣查或是被吊销的情况下 才不能使用驾照 关于2019年1月起 加州驾照仅限于加州使用的传闻 是错误的 而对于网络谣言当局表示 主要原因在于联邦政府 稍早通过的Real ID法案 要求自2020年10月1日起 所有各州颁发的驾照或者身份证 都必须符合联邦国土安全部的 新安全标准 因此最近有不少需要持ID 搭乘国内航班 进入军事基地或联邦大楼的民众 前往DMV申请焕发 这可能才是造成排队人数大增的原因 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队 昨天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队 天使队日级球星大谷祥平等三名强棒 相继轰出全雷打 最后天使队以11比3大胜白袜队 这场比赛是天使队和白袜队 四连战的第三场赛事 而前两场比赛都是由白袜队获胜 天使队一开赛就由第三棒 楚劳斯击出阳春全雷打 第二局又由普侯斯击出全雷打 以2比0领先白袜 随后白袜队虽然在四局上半取得两分扳平 但天使队火力仍然持续 其中日级明星球员 投打兼备的大谷祥平 尽管目前因伤复剑无法投球 但仍担任先发指定打击第二棒 并在第五局二雷友人情况下 挥出两分打点全雷打 六局下半 楚劳斯又再次击出全雷打 取得三分 中场天使队就以11比3大胜白袜队 报了前两场比赛的一箭之筹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